这期在视频开头 UP先解释两个问题 首先上期大家疑问最多的就是 为什么有这么多诸侯王 吴后国除 UP针对这个问题稍微做了一些考证 首先这些吴后被除国的诸侯王 确实是没有子嗣 比如齐王刘泽 长沙王吴差 UP反正没有查到他们的儿子的史料 一开始UP也以为是因为 敌长子继承制的原因 树子或者是次子不得继位 但这个并不是主要原因 而且这个制度不是绝对的 说实话别说诸侯王这么容易吴后 就连皇帝也是一样的问题 纵观两汉的帝王世系表 就有很多短命的皇帝没有留下子嗣 西汉比如汉昭帝刘福林 21岁报彼 没有留下子嗣 汉臣帝刘奥 虽然有四个儿子 但都夭折 其中两个儿子是被赵飞燕良姐妹刻意弄死的 史称燕卓皇孙 汉埃帝刘新和汉平帝刘侃 也是死得很早 到了东汉这个问题更严重 像汉商帝刘龙 汉冲帝刘炳 汉制帝刘转 这几个都是才几岁就去世了 在位时间极短 所以诸侯王没有指示也是很正常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地图的准确性的问题 这里还是想说明一下 UP画的这些郡界以及国界 其实并不算非常准确 只是画个大概 尤其是从这期开始 各个大的诸侯国都被肢解的稀碎 所以郡界划分多少有些不准确 这个其实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古人自己画的地图就很粗糙 而且史书里的地名经常记载错误 UP在秦汉古地图介绍这期视频里 已经给大家展示过了西汉的地图水平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写意 跟现在的地图还是没法比 甚至到了宋代 地图画的还是很粗糙 比如这个历代地理执掌图的宋课本 这是我国至今流传下来的最早的历史地图集 但你若是放大仔细看 里面的郡界什么的完全是乱化的 只是表明一个大致方位 这个一直到晚清的 阳首进的历代雨滴格言图 整个国家的轮廓 尤其是海岸线 才和现在的差不多 它是以大清一同雨图为地图绘制 已经结合了当时西洋先进的地图测绘技术了 但说实话还是不太准确 所以大家还是多多见谅 UP主要参考的还是《谈图》 以及《中国行政区画通史》这两本书 只能说经历而为 地图也只是为讲述历史而服务的 然后讲这期正文 这期地图展示的是 汉景帝到汉武帝初期的版图演变 主题就两个字 薛藩 虽然汉文帝时期已经提出薛藩了 但文帝对诸侯王相对宽容 对薛藩没有太多实质性的举动 主要就是鲁图把齐国一分为六 淮南国一分为三 这个还算相对温和的薛藩 汉文帝驾崩后太子刘起继位 视为汉景帝 汉景帝在历史上评价肯尼布鲁 自己的老爹汉文帝 但总的来说还算是个好皇帝 先展示的是汉景帝前元二年 按惯例封封几个皇子为诸侯王 封皇子刘德为河坚王 封皇子刘鹏祖为广川王 封皇子刘渝为淮阳王 封皇子刘飞为鲁南王 封皇子刘烟为陵江王 封皇子刘发为长沙王 到了前元三年初 朝廷开始进行实质性的削藩 这里不得不提一个关键的人物 曹措 简单介绍一下他 他在汉景帝当太子的时候 担任过太子摄仁 门大夫加令 以其辩德姓太子 太子加号约智囊 当时作为太子的刘起 是非常听从曹措的计策的 刘起继位后 曹措也是步步高升 先是担任内使 后又提拔为御史大夫 升任御史大夫后 曹措都提出请诸侯之罪过 削其地 收其知郡 他的削藩对策 比甲仪的要更激进一些 比如这句话 特别能反映出他的想法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 现在削藩他们会反 不削他们也会反 现在削的话 他们马上反 但危害不大 现在不削 反的时间会慢一点 但危害就大了 削藩策上纣后 汉景帝召集 公亲猎猴 中式商议 当时曹中几乎无人敢反对 唯独魏祈侯斗应 坚决反对 也从此和曹措发生间隙 这年削藩的主要措施有三件 第一 以前年赵王刘岁有罪 削其常山郡 第二 以焦溪王刘昂 宇麦爵有奸 削其六县 化为北海郡 第三 当时楚王刘雾入朝 曹措以刘雾王 延为博太后 扶丝兼辅射 将其逮捕 后削其东海郡 但这只是开始 当时朝廷又在商议 削吴国的会计郡和张郡 另外吴国本身是非常富有的 吴国境内有丰富的铜矿资源 文帝时期是开放私人铸币权的 所以吴国当时很有钱 而且又是领海 能产盐 同时又天下亡人谋作乱 就是说犯了法的人都逃到吴国 这里提一下 西汉对户籍的控制还是很严格的 根据二年律令记载 西汉直领帝的人民不得私自迁到诸侯国去 说白了 诸侯国不得与中央抢人 但吴国不管这些 还有一点就是吴王和汉景帝有丝绸 在汉景帝还是太子的时候 和陆朝的吴国太子流贤下棋 但起了争执 最后刘启用棋盘不胜把吴国太子打死了 这也能看出汉景帝暴躁的一面 不过刘启毕竟是太子 汉文帝也没怎么样他 但吴王刘弼从此就不再入朝 而这次学吴国的理由就是吴王常年不入朝 吴王起初是联合了八个诸侯国造反 包括图中绿色的国民 赵国 济南国 资川国 郊西国 郊东国 楚国 还有黄色国民的纪北国和齐国 但齐王不久就反悔了 而纪北王则是被齐郎中令所结 发不了兵 所以最后一共七个诸侯国叛乱 其实当时赵国还偷偷联系了 北方的匈奴作为外援 但中央平定叛乱的时间非常短 三个月就平定了 所以匈奴最后没有发兵 平定叛乱的部分up以后再介绍 接下来看平叛之后的局势 可以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参与叛乱的诸侯国全部被楚国 吴国被一分为二 牵鲁南王往江都 朝廷收回会计郡和鲁南郡 复立元楚王少子刘李为楚王 但楚国的范围大大缩小 只有蓬城周围树县 原先的楚内使改为佩郡 又牵淮阳王到薛县 封为鲁王 郊夕王封给皇子刘端 千纪北王为资川王 另外趁势削了燕国和戴国的资郡 朝廷收回了北方和匈奴接浪的所有边郡 最后在长山郡东部 割出一块给皇子刘胜 为中山王 刘胜就是所谓的中山晋王 这个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啊 有一人原是汉氏宗秦 他的祖先中山晋王乃是孝景帝第七子 后来因祖上诸鲁廷侯没有按期交纳骤金 被孝去爵位 其中一只族人便流落到了这卓州县界 定居于陋丧村 不敢相瞒 正是在相 啊 所以所说的卓州或是卓郡 在中山国的东北方 大致这块地 这个以后会画出来 这里提一个八卦 中山晋王特别难生 汉书里记载有120多个孝子 大致前元四年 签恒山王为纪北王 但这次的纪北国河以前比小了很多 原先的纪北郡北边分出平远郡 又签卢江王为恒山王 朝廷收回卢江豫章两郡 然后这年临江王轰吴后国出 在最东边的焦东郡 其北部分出东来郡 焦东郡分给皇子刘彻为焦东王 刘彻就是之后的汉武帝 他最早还不是太子 然后是前元五年 签广川王到邯郸郡为赵王 前元七年 非太子刘龙 改立焦东王刘彻为太子 焦东国出 南郡改为临江郡 封给非太子刘龙 纵元二年 临江王刘龙自杀 临江国出 焦东郡封给皇子刘记 大约在这年 赵帝分出魏郡和广平郡 又把广川郡封给皇子刘岳为广川王 中元五年 封皇子刘胜为清河王 封皇子刘顺为常山王 另外大约在这年 朝廷对诸侯国的官制做了重大改革 命令诸侯王们不得治国 诸侯国内的官员任免权归为朝廷 改诸侯国的丞相为相 另外省区御史大夫 廷尉 从此诸侯王不再掌握实权了 到了汉武帝时期 还做左官律和复义法 进一步削弱诸侯王政权 左官律大致内容就是 在诸侯国为官的人不得到朝廷为官 复义法就是 恶取复义王后者有重罚 这样全国的人才自然流向中央了 中元六年 梁王留武轰 梁国一分为武 至此又一诸侯大国彻底瓦解 虽然景帝末年的诸侯国数量是增加的 但这些诸侯国的领地 基本连汉出一个郡的大小还比不上 而西汉中央直领地已经大大增加 后援元年 姬英王刘不时轰吴后国厨 这也是汉景帝时期最后一次郡国变异 这里可以把汉景帝末年的疆域和高帝末年的图做个对比 变化已经是非常大了 汉景帝驾崩后 太子刘彻继位 视为汉武帝 这个皇帝是西汉系列的重头戏 这期只讲一下他继位初年的一点点变化 剑元三年 姬川国除 剑元五年 清河国和山阳国除 到了元术二年 颁布推恩令 从此诸侯国彻底化整为零 逐渐示威 下期阿波将从汉武帝剑元六年开始 简单素揽西汉从汉武帝到汉宣帝时期 如何扩张的 下期应该非常精彩 毕竟讲了三期 基本都是讲汉朝内部 下期会看到汉朝版图如何一点点扩大 阿波将会很快更新 以上是这期视频 感谢各位观看